新疆警方部門負責安裝軟件的一名工程師 日前向英國廣播公司BBC披露 新疆警局普遍設有驅速椅 被檢測的維吾爾人被固定在驅速椅上 情緒偵測裝置會在一分鐘內 識別面部表情和皮膚狀態的變化 他還提供一份情感狀態分布圖 表明被檢測者處於平和、激動及憤怒的情緒比例 他說情緒檢測攝像頭 被安裝在距離測試對象三公尺的地方 這套系統的目的 是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 判斷被檢測對象是否有罪 這名工程師指出中共政府利用維吾爾人進行各種實驗 就好像對待實驗室裡的小白鼠一樣 中國現在正在做的就是 曼格勒醫生奧斯密辛做的 就是中國派的731部隊裡的日本人對中國人做的 就是超越了人類的底線 現有的語言不足以去譴責這種東西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夏提指出 中共這種行徑將向全球擴張 拒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拼制旨 日本政綱大學蒙古裔教授楊凱英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中共是人類的敵人